近日,中国最新军用卡车获得重大突破,在重型高机动通用卡车领域,沃军已经获得两种出色的选择,一种来自于北方,一种来自于闪气。 到底我今未来这些重型卡车有何神奇之处,本文将为理解要分析。 根据最新消息,北方重型高机动通用战术车辆,已经完成了最为困难的西部地域适应性验证工作,将转入实验室环境实验,而陕西方面的类似车辆,已成为相关级别唯一入选车型。 虽然在字面上就让人有点迷惑,但基本可以确定两种重型卡车,都将在我军中有一席之地。 重型高机动通用卡车,是我军地面运输力量中的中流砥柱,两种车辆都能够配备中国陆军标准化的货盘系统,使其可运送各种标准化的货物,或者利用标准货盘,或相方便运送散货。 但这只是军用卡车最基本的要求而已,我军最新重型高机动通用卡车,在其他领域将有更有价值的历史突破。 这包括了,一,首次实现了真正的系列化,车组化相关的我军重型高机动通用卡车系列化,车组化发展思路,已经在我军中运辆至少30年时间。 但在最新这一轮的招标中,几乎所有参加竞标的车型,均真正地实现了这一构想,这令我军重型高机动通用卡车首次上升到了这一高度。 在设计之初,这些车型详细考虑了功能替换,改进发展的要求,在总程上实现了高度的通用性。 二,高机动性能我军虽然早已有多种卡车,但却十分缺乏真正的高机动卡车,特别是在最普遍装备的这一级别的重型车辆中,几乎没有多少真实的越野能力。 而最新一代我军重型高机动通用卡车,在各种地貌的痛苦性问题上,有极大的投入,确保了将第一次实现我军该级别车辆普遍的具备真实的越野软地面行驶能力。 在公路,野地性能方面有坚固的能力。 三,防弹能力我军最新一代重型高机动性通用战术车辆,将防弹、防地雷放入了基本设计要求之中,以彻底解决成员和装备的生存问题。 据称其最低要求,为满足卫约标准,45692级弹道,2A级地雷防护标准,轻武器和相对较小的常见地雷,无法令这一卡车失去作战能力。 四,赶上国外同类车型水平,握局这一重型高机动性通用战术车辆的竞标,要求实现达到接近世界同类先进车型水平。 在车速,爬坡度,离地渐行,涉水深度,垂直越上,越豪,去豪旅程内已经赶上了世界知名的美国、德国产鞋。 机动性的物质保证是先进气车驾驶控制技术,加上调压轮胎,轮胎充放弃系统,现号差速器,电控差速所等硬件技术设备,从而让我捐制一代新车型,可以媲美美额著名的若干车型的通过能力。 高压共轨材油机,独立悬架系统,大尺寸宽端密则无限越液轮胎的首次运用,代表着我军,我国重型车辆发展,第右一个里程碑。 五,在各种复杂环境中保证发挥应有战斗力这一系列的车辆,考虑了高原、高寒、高温复杂环境的适应能力,甚至综合考虑了在复杂电磁对抗环境中稳定操作的基本要求,以及对现代作战和维护维修,至关重要的信息化能力,配合车足化等思路。 加上信息化的维护维修设计,令重型高机动性同用战术车辆的保障能力得到历史性的突破,减少维修时间,令战时可用的车辆数字明显增多。 这一系列车辆,最关键的信息技术核心,就是代表车辆信息化最新技术核心水平的一堆总线,以及相关的复杂信息管理设备软硬件。 这些我军最新车辆将配备车载信息设备,总成具备电控化能力,有信息化故障诊断系统,维护人员甚至不需要接触车辆,就可以获得了所需要的维修维护保障信息,还可以提前准备相应备件与人力物力。 据称这些新车辆在通信、卫星导航定位、供电等方面,都已经配置和预留足够的接口。 小捷我军新一代重型高机动性通用战术车辆,无论来自哪一个厂商,都将满足通用化、激烈化、模块化、车足化的基本要求。 我国汽车行业这几十年的巨大突破,为打造强大的国防车辆认输能力,奠定了强而有力的基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